請你跟我這樣過 如果眼妝沒有卸乾淨的話 會有什麼影響 眼妝沒有卸乾淨 當然第一個就是 會有那個色素 還是會 那你的眼 那個皮膚上面 不是有皮溝皮丘嗎 你那個色素就會 停留在皮溝上面 那久而久之 眼睛就會變黑 那眼睛哪裡變黑 就是眼皮 眼皮會變黑 上面會變黑 上面 那就是色素的層面 色素就是層面在上面 有點像是刺青一樣了 那就像紋眼線了 對 就像紋眼線 不是 它應該是說 看起來會比較暗沉 會暗沉 那可是呢 你也不能卸得太用力 因為我們的皮膚有一個特性 你如果是越去摩擦它的話 那個皮膚是會越厚越粗越硬 就像我們的手臂內側 如果沒有摩擦的地方 真的 像洗澡 你沒有摩擦到這裡 大腿內側也是 都是嫩嫩細細白白的 可是像我們的手肘 或者是膝蓋 常常會去摩擦的地方 對 摩擦就會比較粗比較黑 哇 那我看很多 女人她們在卸眼睛的這個妝的時候 她那個用力的程度 感覺眼睛都是變形 因為不容易卸 對 真的不好卸 想說很快 所以就會很用力趕快戳戳 對啊 因為有小孩的話 然後就很快啊 真的 小孩在哭 老公又在叫 要趕時間 所以還是要 貼個十分鐘以後 再慢慢溫和一點 對 溫柔一點用暗的 對 卸的剛剛黃醫師提到的 那一種可以 沾在眼睛上十分鐘的產品不多 通常 就這種卸妝產品 因為大家都不懂 通常的女孩子對化學都不懂 這個就是化學的東西 對 妳呢 要小心 要選擇要放在眼睛上十分鐘 要特別小心 通常呢 要溫和的 對啊 自己有刺激的 要不刺激的 對 要不刺激的 不然的話 通常在卸潔碼的時候 當然輕輕的塗 但是呢 最好不要超過三分鐘 為什麼呢 妳那個黑色素還是會 妳把它塗的時候 這些黑色素 都糊在整個眼睛 眼睛適中啊 最容易在黑色素的沉澱下來 所以說 妳要選擇卸妝產品 很重要 因為那些都是高分子膠 妳說要讓睫毛變長啊 變濃啦 這一些都加上高分子膠 那妳利用真正的睫毛 把它拉長 那個塑膠乾燥之後 黏在上面 所以很難卸 所以要找卸妝產品 這種眼睫毛膏 對 最不容易找到 對 好 陳博士 現在妳很重要喔 因為呢 我們不管是用了什麼樣的方式 在眼睛周圍 比如說化妝 等等我們要卸妝 卸妝 一定要卸 妳們都是用卸妝油對不對 一般是喔 對 對 比較乾淨對不對 因為男生有時候會比較偷懶 因為洗面乳啦 卸妝洗面乳 就洗過肥皂 對 不夠不夠 對 但是如果妳沒有卸乾淨 將來有色素沉澱 那是比較麻煩的 就麻煩了 其實有很多人以為說 我有化妝才卸妝 其實不是喔 只要塗 防曬也要卸妝 也要卸妝 為什麼防曬上面有粉激原料 譬如二氧化帶 氧化芯 它都是粉激原料 還是會沉積在我們的毛細孔裡面 所以有防曬的 還要是要卸妝 防毛孔就可能堵塞 那除了沒有防曬的 一般的素顏的也要卸妝 為什麼 素顏的卸妝 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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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皂洗就好了 沒有 它有那個粉塵 粉塵會黏著在我們的皮屋 而且會阻塞在毛細孔 毛細孔不暢通 這時候 洗面乳洗不乾淨喔 洗面乳沒辦法把那個粉塵洗掉 真的假的 我們都沒有每天卸 你們沒有 你有在賣卸妝油 一直叫我們什麼都要卸 怎樣都要卸 我有在教製造卸妝油 製造 他們有在賣 對 那一般通常用的卸妝產品 有卸妝棉 卸妝乳 卸妝液 卸妝液油 幾種對不對 哪一種最貼薦 那我們只要看能力來做決定 能力 卸妝的能力 那當然以卸妝能力 譬如說剛剛我們卸睫毛膏 最難卸的嘛 那有很多彩妝也不容易卸 那我們來看看 怎麼卸妝產品最好 這個是橘子 我們那人的臉 就跟橘子皮一樣 在顯微鏡底下 我們彩景 所以你就說我們是橘子皮 對啊 我們不承認喔 你們的皮膚就像這個風乾的 對啊 我們明明就是期待 在顯微鏡底下來看的話 毛細孔是這麼大的 所以說我們就像彩妝 那我們今天用的這個牽制筆 這個牽制筆 這個附著力很強的 油性的 第一個我們來試看卸妝棉 一般通常市售的卸妝棉 其實通常市售的卸妝棉 的卸妝力都不是很好 它方便需待 方便使用 但是它沒辦法卸得睫毛膏也好 或彩妝也沒辦法 真的嗎 你們女生 不可能 不用 對 卸不乾淨 因為以前錄影為了貪圖方便 這一包就帶著 然後插個好幾張 把它就卸乾淨 你以為卸乾淨對不對 沒有 你以為卸乾淨了 其實還是殘留在上面 真的 而且你如果再拿衛生紙一擦 還是會有 那有的人為了卸乾淨 一直戳就傷皮膚也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 一 我用力了 二 那是眼睛還是臉頰 動於中 完全沒笑 沒笑 怎麼會呢 對 你看還是這麼 殘留這麼深 沒辦法 基本上 當然你可能會說那多擦幾下 可是最少 你三箱應該也會起來大半啊 對 那才 一 二 三 你看顏色才一點點 對啊 好弱 所以很弱 這個東西卸妝 是應該方便使用而已 如果我們要彩妝 或者說睫毛膏 用這個是不方便的 了解 能力不好 另外呢 通常有這種搖一搖的這種 妝產 要混合的 要混合的 對 那這一種我們來試一下 那這個也是要 那先把它搖好之後 我們來測試 它的卸妝能力怎麼樣 那我們用這個卸妝棉 卸妝棉 那我們來沾濕 沾一點 那我們來卸 來換這一邊好了 這一邊 一樣來擦三下 好 來 1 2 比較有效果了 3 欸 比較有效果 所以你來講 卸妝棉的效果比較差 這個卸妝液呢 比較好一點點 對 但是還是不是非常好 這個卸妝油 卸著卸妝油 有很多人認為卸妝油不好 好 其實不見得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卸妝油怎麼來挑 嗯 那我們現在先看 先看卸妝能力 好 來 這個地方 好 換 換這一邊 左邊眉毛 一樣三下 1 2 3 欸 也不錯 接著呢 我們還要試 它的乳化程度 準備 水 清水嗎 清水就可以了 那怎麼看呢 通常 我們來試這一個 這個一樣把它搖幾下 對 澆到水裡面 如果滴到水裡面的時候 沒有完全乳化 而上面浮成油的 那表示不好 那這時候呢 你一定要再一次用卸妝 那個洗面乳來洗 因為油脂殘留在皮膚上 是不好的 所以把它用完之後 倒下去 這部分 你看 表面很多油耶 對 非常油 所以這一種的話 卸妝液不好 盡量 如果用這個卸妝液的話 還要再洗臉 那通常這一種 如果我們洗不乾淨 反而油脂殘留在皮膚上面 會長豆豆 變得負擔 這上面 油 滿油的 很油 那來試這一瓶 好 來 有 有 白色 對 但是來看一下 有乳化 有乳化 比較 有比較少還是有 有少 少一點 少一點 對 那表現說它這個乳化程度 會比較好一點 好 OK 好 我們試第三杯 也乳化了 也乳化 對 那我們稍微三杯都把它 搖以晃一下 看看乳化的程度怎麼樣 那越乳白的乳化程度越好 了解 但是你像這第三杯 這一杯它就沒有什麼油啦 可是它本來是油耶 好水機喔 對 好 我們稍微再把它 三個都把它攪拌一下 那以這一杯來講 乳化成最差 因為它完全透明 沒有乳白色 上面都浮油 對 那第二個有一點點乳白色 但是上面也還是有浮油 OK 那這個全部變乳白 上面都沒有浮油 甚至可以拿起來再觀看一下 如果上面都沒有浮成油 就表示這個乳化最好 這樣子喔 對 那用這兩點來選擇 這個卸妝油 所以就是洗完之後 這些也都被水給帶走了 帶走了 對 是 所以如果它沒有浮油的話 我們卸乾淨的 只要用水稍微清掉 不見得要用洗面乳 是 是OK的 對 都OK的 如果有浮成油 那一定要再洗面乳 不然油脂會殘留在皮膚上面 是 所以兩道手續可以做測試 一個卸妝力 一個乳化程度 而且這個測試很簡單 在家裡自己可以DIY做 是看家裡的東西喔 好 謝謝 什麼事 謝謝 輕鬆按摩庫眼穴道 遠離黑青熊貓眼 可是我會建議大家 要找到幾個穴道 你在家可以平時做按摩 你可以先找到 就是這個脖子 凹陷的兩旁凹陷的地方 對 但如果像小朋友近視 或者說 先生長期都是用電腦回來 都很帥 就按摩這個方式下來 不要抬 好痠喔 來 離世繼續 很舒服